接着带你来看一间特别的咖啡馆 这店员们是一群平均七八十岁的阿公阿嬷 老大人手冲咖啡给你喝 这一杯五十块的咖啡钱扣除成本 顺下收入全部都捐给亚洲动物福利协会 作为推广生命教育的公益基金 阿公阿嬷不收薪水纯做志工 而且来这里喝咖啡 幸运的话还可以听到他们美妙的重唱歌声 这一群快乐的咖啡志工希望透过他们的力量 鼓励更多的银法族敞开新房 跟他们一样欢欢喜喜的度过退休人生 下午两点换上工作围裙 店员们准备开工 每天新鲜磨豆手冲咖啡 正正的咖啡箱扑鼻而来 而仔细看整间咖啡店的店员 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公阿爸 平均七八十岁 而最高龄的是他98岁的林友茂 人称茂伯 我是沙猫咖啡的代言老安徒 赞 在家里每个人年纪大了 非常的苦 苦命也寿命就寿短 这样来大家来见见面 谈谈天喝咖啡要聊是非 就不是很好吧 就在这里每天 在这里说说笑笑 像刚才我们的老安徒会讲 我以前是不太讲话的 也是不太讲话的 经过我们几位常常聊聊聊 就好像说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 咖啡好了啊 请上过去 这是我们的沙猫咖啡 这一间咖啡馆不以盈利为目的 店员工作服务不收薪水 一杯五十元的咖啡扣除成本 剩下的收入 全部捐给亚洲动物福利协会 要作为推广生命教育的公益基金 而这间特别的咖啡店 即使是店长陈志勇的儿子 希望让父亲与社区长辈来增加互动 因而成立也成功感染 四面八方的引发招备家住 志工区越来越庞大 我觉得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就看到很多就是 像自己爸爸妈妈 那个年纪 那个年代的人 然后很真诚 很用心的来帮你服务这样子 所以在有时候我还觉得 还蛮不好意思的 家里面是没有老人的 所以我比较少跟老人接触 然后我进来的话就会觉得 特别开心 就像自己的阿公阿妈的那种感觉 春天啊很快乐啊 我就是觉得我们个人来都是很快乐的 我们这里是该歌唱的 这里的店员们有着豁达的人生观 人老心不老 更为咖啡馆注入满满的欢乐 而幸运的话 还可以听到他们美妙的崇唱歌声 以改编版的四季红 来唱出在咖啡店里的退休新生活与精彩 真话台中采访不到 我请不吝点赞好 谢谢大家